在牛魔王和六尔尼侯的全力议计之前 杨检等人终于将剩下被困在山河设计图中的妖兵妖将们也救了 然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冲出来的居然只有一半的妖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只有三万多的兄弟 还有一半的人去哪儿了 大总管 其他的兄弟们都牺牲了 自从你们脱困之后 就不断有洪荒巨兽从四面冲出来袭击我们 没了你们的帮助 我们挡不住啊 而且要是再晚一会儿打开山河设计图 恐怕我们全都得嘎在里面 这嘎嘎的玉帝浩天 竟然用妖族制宝山河设计图来对付妖族 若是让女娲娘娘知道了 我看她怎么向娘娘交代 说这些没有用 现在玉帝清零 那这场大战就还没有结束 咱们得好好规划一下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要知道她手中可是有好几个大杀气的 不愧是我的亲爱手 对阵可谓是知根知底啊 不过现在也是时候为你们的无知付出代价了 周天星斗大阵 眨眼之间 风神岛便和打神鞭飞向了半空之中 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力量波动 向着四周猛男的扩散开 将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就变得七飞无比 更是有一颗颗星辰开始在天幕之上闪耀了起来 特毛的 所有人快跑 跑回山河之内 大阵一出 所有人都将会受到星斗大阵的无差别攻击 就算是准胜巅峰的强者也扛不住 现场这么多的妖兵妖将 都将会被封成渣渣 而就在众人刚刚抵达花果山内部的时候 轻倒到恐怖的能量顿时就轰击在了混元一气大阵的结界之上 将整个花果山都给封得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周天星斗大阵一出 神鬼毕翼 妄想凭借护山大阵与之抗衡 你们还真是天真的可以啊 特喵的 老牛不发威 你还真当我是枝草长大的 冷轩 拿出咱们花果山的底蕴出来 让那玉帝老儿好好的瞧一瞧 没问题 刚好我也想看看 到底是天庭的大阵更为厉害 还是我的大阵更为正宗 漫天星辰 一碗妖神 规矩无身 行调将士 周天星斗大阵 随着冷轩的话音落下 河图若书顿时就飞到了半空之中 看不见的力量波动从其上面弥散开来 瞬间就将整个大地变成了一片星空的样子 以地返天 周天导转 星河密布 大阵出城 而一直在外面抵挡攻击的棍原仪器大阵也忽然消散开来 漫天的攻击顿时就向着花果山内部轰了进去 不过却在距离牛魔王等人树杖开外的地方崩碎开 以地返天 星河道转 这花果山怎么会有周天星斗大阵 玉帝浩天的震惊并没有持续多久 花果山的周天星斗大阵顿时就向着天群道轰了上去 在半空里发了剧烈的轰鸣之声 整个的力量波动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一时间 天庭的周天星斗大阵攻击开始慢慢的退去 竟然要抵挡不住了 而此时的玉帝浩天 则是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压力向着他的身体狠狠地压了过来 该死的 花果山的这些妖族竟然得到了和图洛书 或者出了真正的周天星斗大阵 说的没错 我们以和图洛书为阵眼 连通域外空间 召唤周天宇宙之力 亿万星辰之威 其力量之强 足以毁天列地 玉帝老儿 你输了 这怎么可能会输 我可是三界之主 你们不过是一群下界的妖孽 输也不会输给你们 绝对不会 愤怒 不甘 以及痛恨的情绪交织在玉帝浩天的脸上 只见他心下一横 直接推动起风神榜抽取天庭众神的力量 像个大阵疯狂地灌输了进去 一时间 天庭的周天星斗大阵威力大增 开始和花果山的攻击相互抵消 慢慢地稳住了阵脚 哼 天到无尽处 人有力雄时 玉帝老儿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撑多久 九龙巨星 一晚星辰 唯我号令 给我紧 双方周天星斗大阵之间的对风还在持续地进行着 但玉帝浩天的眼中已经开始出现了焦急之色 因为众神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休止地抽取下去 迟早有力量耗尽的时刻 到时候败的还是他 可恶啊 一个小小的花果山 为什么会拥有上古妖族天庭的周天星斗大阵 阵以前真的是太小看他们了 就应该早点发兵 灭掉他们 也不至于让他们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解气啊 太特别的解气了 没想到我花果山也有将天庭压了一头的这一天 若是传出去的话 我们就算是真正的屹立在三界当众了 谁还敢再小瞧散吧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 但你们可被小看了玉帝 要知道之前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 底牌可不止周天星斗大阵呢 而且不怀疑 他手里还有更大的杀手锏 说的没错 大战还没有结束 就不能掉以轻心 冷轩全力攻击 不要给玉帝老儿半点机会 放心吧 我明白 风神榜的力量持续不了多久 等到那时候 朕的周天星斗大阵就会被轰碎 那我的脸面可就丢到了啊 不行 朕绝对不能输 一咬牙 玉帝浩天的眉心之处就浮现出了一颗特殊的珠子 若是悟空在场的话就能认出来 这是混沌神珠之一 为极品先天灵宝 其作用是绝法 可以使在笼罩范围之内的某一种法术力量 或者多种法术力量被彻底的隔绝 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花果山 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 既然不能赢 那这也绝对不能输